我要跟陳時中部長道歉 對不起 那我比較不解的是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說實話 我相信台灣是個有言論自由的地方 我要跟陳時中部長道歉 用了不對的方式 對他造成的傷害 對不起 漂亮本人 這樣的一個人設 其實當初就是為很多人來發聲 他不是屬於我 他就單純是一個角色 我身邊有很多開店的人 因為疫情沒辦法再下去 我身邊有很多夫妻 因為孩子自學的關係 吵得快離婚 我身邊有很多孩子們 對於明天要不要去學校 他們都不太清楚 當年的直播 我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如果要共存 政府跟人民 我們一定要同心 一起加油 最後導致於政黨上面的紛爭 我要道歉 我沒有任何色彩的批評在裡面 因為我愛台灣 我是台灣人 私底下認識我們的人都知道 我們沒有任何的政治色彩 那也沒有說偏向哪一邊比較多或怎麼樣 其實基本上就是 國家說什麼 那我們就做什麼 這樣子 我們家一家五口 拿的都是中華民國台灣的護照 那我們每年也都繳稅 那我比較不解的是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說實話 那只要一說實話 就會被背負上公眾人物的壓力 的輿論 然後來批判 只要講這邊好 另外一邊就會倒過來 講這邊好 那一邊就會倒過來 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相信台灣是個有言論自由的地方 那如果你們有來粉專看的話 你們應該都知道 就是 被一堆網軍就是洗版 狂洗 我覺得如果真的有說錯話 那我們就要找真心的道歉 那如果說 是要為了那些假帳號道歉 我對的倒是不必 對 因為我覺得台灣是個 充滿言論自由的地方 有一些話 我們是可以表達的 但是礙於我們 是公眾人物 我們的身分的關係 所以變得我們不能夠講 所以就只能用漂亮的這個人設 來表達我們的想法 台灣是個言論自由的國家 不應該只要一講出來之後 然後又發動網軍來批判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不對的事情 那我也跟陳時中部長 所以身體辛苦了 整個防疫團隊 台灣這兩年來 如果沒有在你們的守護之下 不會那麼的安全 那希望之後的所有的配套措施 能夠做得更完善 讓所有的商家 店家 所有有小朋友的父母親 所有在0到12歲的小朋友的父母親 跟0到12歲的小朋友們 都可以平平安安的跟病毒共存 再次見 皆是小朋友的生命 我是小朋友的小朋友 原諒